那表單其實基本上我有講過你可以用那個 像這個東西啊 你可以用那個TwinkleView來做會是最簡單的 裡面的都已經提供給 你要把那個介面 改成傳統的 再利用什麼開一個新的 什麼新的那個 網頁嗎 你要怎麼做這個東西啊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就直接在上面表單的部分 他這邊有表單嘛 有那個文字欄位也有按鈕 所以其實透過這幾個就可以了 比較是圖形畫介面 另外當然你要自己打程式也可以啦 裡面的話呢就是那一些 標籤嘛 比如說你開頭一定要HTML 所以我這邊已經有做好一個 H 不是這個應該是H底線縫這個 所以呢我們要怎麼做呢 第一個 當然呢我可以現在 我的HTML 就是那個 這邊先做一點東西 比如說 我假設跟上個禮拜講的 請輸入年齡好了 比如說第一個 我可以先在這個 最後一個裡面 先請他先 我希望看到的是這樣子 請輸入年齡好了 你的年齡是什麼 冒號 一個格子 讓他可以輸入 讓他可以按送出 大概就是這個簡單的功能 裡面的話呢 其實包含幾個東西 第一個 我們切到這邊來 請他輸入 Enter之後的話呢 記得 如果你希望讓他輸入的這個區塊 其實這個區塊呢 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 表單 那在那個HTML裡面叫 縫 所以你這邊的話呢 記得 這邊的話呢 叫縫 縫 第一個 要做法 一定是先 先插入一個表單 外面先插一個框框 紅色的 Enter一下 那這個表單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呀 下面會有那個什麼呢 會 自動幫你產生 方法 方法英文裡面呢 就是mancer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 就有個mancer 等於post 當然我們如果 預設 我希望先改get好了 因為目前呢 get當然相對的簡單一些 get好了 我們把它改get 然後呢 這個紅色的虛線 你可以Enter 接下來你可以 打個年齡 比如說我前面有個標籤 叫年齡 請你幫我輸入年齡 所以 再來給一個文字欄位 按下文字欄位 這個時候呢 他會問你說 裡面的ID要叫什麼 那我這個ID 實際上就是 傳過去的那個 參數名稱 我好像之前叫什麼 叫什麼 Edge in 有沒有 所以呢 我這個名稱 基本上呢 就是對應到 這個ID OK 按確定 好 裡面呢 其實還可以 做修改 如果你剛剛 落掉沒改 你可以再點一下 文字欄位 請你看一下文字欄位 裡面 會有一個名稱 所以這邊的話 假如說你沒有 做對下面 也可以看 除了 這邊可以看到之外的話 在那個程式裡面 所以我建議是用分割 本來是設計 可以用分割 左右對照一下 這個東西呢 他在那個網頁裡面 叫Input Type 等於Test Name的話呢 等於Edge in 其實 在網頁裡面 其實ID 可以不需要 所以如果你把ID刪掉也沒關係 但保留也沒關係 OK 最後的話呢 在這邊Enter一下 再加一個按鈕 所以一個Button 送出 然後按個確定 好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就完成這個表單 最後再Check一下 1 表單部分要做什麼 1 請你確定他是不是 Get 2的話呢 上面有個動作 有沒有 動作意思就是說呢 你要丟給哪一個 UIL 有沒有發現 我們這邊有一個 Edge 所以特別注意喔 請你記得 如果我要丟給那個 方法1的Edge 去接收的話 請你記得 那個Action 必須要前後都有 那個 那個什麼 斜線 然後呢 中間包一個 你UIL有的名稱 OK然後把它 直接 放到這邊動作 所以有把它直接 輸入到這裡 OK這個可能不能打錯 這樣的話 1就是表單裡面要注意的 方法用Get 動作的話呢 指向你UIL的那個 剛剛的 那個Edge 再來的話 2檢查一下 這個你的 Test 就是文字 欄位裡面的 Name 是不是Edge 因為這個關係到將來傳過去 那個參數的名稱 OK 所以不能錯啦 關鍵對的話 再來就多一個送 送出這個地方 不改沒關係 反正就這樣子就好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呢 你就把這一段程式 把它直接 call到我們的 那個什麼 call到我們 這邊假設 我這邊 deleteer掉好了 你就 在Templates Templates這個 之前講過自己再看一下 New一個什麼 New一個新的file 名稱呢 你就叫什麼 我這邊叫 Edge 底線 Fone 底線 點 html 這個名稱的話 記得喔 你就 打那個 你的 將來那個 網頁的名稱 當然 這地方 記得喔 你不要打錯字 因為常常有同學 這邊打的名稱 跟上面 就是輸入 如果輸入錯 也不match 就出錯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名稱 然後finish 因為我有做一個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把這一段程式碼 直接貼上去就好 不過貼上去之前喔 我可能會先 把一些不需要的東西刪掉 像這邊有P到P 這個段落 這個多的 把它deleteer掉 不然看的感覺就覺得 因為有那種程式的潔癖啦 就是會覺得 這個不需要就把它砍一砍 然後呢 head head到head 這個暫時不用 所以把它砍掉 然後 上面這個要不要留 沒關係啦 還有呢 html 這個 這個定義啊 如果你不喜歡它 你也可以把它砍掉 反正就是 記得嘛 我們那個html body到body Ctrl C 以下 然後呢 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那個剛剛的地方 把它Ctrl V 貼上 貼到這邊 Ctrl V 好 其他還有什麼不需要的 其實這個phone phone ID 這個 寶寶 沒關係 你要mancer 這個一定 關鍵喔 或者你也可以從這邊改 Action 那有些時候啦 這個phone你不給ID 其實也沒關係 OK 反正這個我們把它保留沒關係 然後 年齡 Label 這個 這個標籤 其實 不改 不要也沒有關係啦 不過 類似像這樣 其他就 不動它了 那我們就產生了一個什麼呢 一個 Template 一個網頁 把它儲存一下 這個時候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樣 剛好 可以 直接在輸入什麼呢 輸入我這個網址 就 Edgephone 的時候呢 它能夠自動幫我把 剛剛做的這個網頁叫出來 目前的話 當然你輸入是沒有的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希望在這邊產生一個網址 名稱叫Edgephone的話 我一樣要需要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呢 一定要去View裡面 怎麼樣呢 告訴他說如果 我啟動了 這個Edgephone 幫我把那個網頁叫出來 放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要設定這個UI 兩個地方喔 OK 所以三步驟 一 先建好一個什麼呢 一個表單貼過去 二的話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再切到Views裡面 請你呢 增加一個叫什麼呢 DIF 定義一個什麼呢 Edgephone OK 這個Edgephone的話呢 後面不用傳東西 反正我打Edgephone 他自動幫我轉到那個網頁的話 記得喔 我們是 Return 其實只要一行程式就可以 請他 就是你打個Return 打個Return 假設你這邊 打個Return 然後呢 跟他講說 你幫我把那個網頁叫出來 那網頁叫出來的話 在那個 Python 這個Jungle裡面的話 叫什麼 這邊 叫Render 有沒有 Render其實之前我們是 把某個網頁叫出來 不過我們是有傳參數 但這個網頁不用傳任何參數 只要叫出來的話 很簡單 直接怎麼樣 Render 這邊找到了 點兩下 第一個 一樣Request 第二個的話 意思是說 請問一下你要 把哪個網頁叫出來啊 那請記得喔 雙銀號 有沒有 把它的那個Template的名稱 名稱實際上指的就是 剛剛建的這一個 所以你就把那個H 底線 FORM 記得喔 那個字不要打錯 好像 有把它打成 H 對 你已經打錯了 最大的問題就打錯字 OK 連我都有這種問題 但我打錯了 我自己會回頭看 你不要打完之後 存檔 馬上就 是 我覺得大家都很心急 很像趕快看到結果 但看到結果 始終都錯誤了 你打太快了嗎 你會看好之後 再去執行嗎 OK 所以我常常看到同學的問題 其實都是太急了 心浮氣躁 這容易就 所以寫程式 一定要先練修養 你一定要有耐心 真的 而且有那種 堅毅的那種 就是 絕對要把程式寫出來的那種精神 不然絕對走不下去的 你會發現這些東西 也是全部我都要自己亂過 如果自己沒有亂過 我來教你們 一定也會 撞牆 我們上課一直撞牆就好了 所以一定要 很順 所以每個地方 都要能夠知道 最後這後面不要 把它刪掉 只要傳兩個東西給他就好 就是 我直接用Request 叫出 就是Random 給他Request 裡面應該是空的 叫出這個網頁 後面不用傳任何 Locals 因為裡面沒有變數 所以不用傳 這樣的話 就可以把它呼叫起來 所以如果你把它Safe Views就OK了 這個 1 先做 1是做表單 2是Views 3的話 記得 再到UIL 怎麼樣 給他一個 就是 Edgeフォン 有沒有 所以這個Edgeフォン 假如不存在的話 我們就是 把這個 Edge 這個拿來 不是這個 這個 這個不行 應該是 這個也有穿 我們其實 只要拿這個來改好了 假設我要 增加一個 那個 那他一定是Edge 底線フォン 然後 後面的話 看你要不要加個錢 這個加不加 好像都OK 後面的話呢 就是要 去呼叫剛剛哪一個View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 那個View 其實這個就是 連到那個View 那個View 再去把那個網頁叫出來 所以它是一個連鎖的一個 作用 後面的話 你就打一個 Edge 所以Edge底線 每個View 那個叫EdgeView 把它點兩下 OK 然後呢 這邊的話 就不要這個 好 記得 如果這邊有的話呢 也要順便 上面確認有沒有 把它Input過來 如果沒有的話 恐怕有時候呢 你要再把這個 補上去 坎充鍵按住啦 也可以 OK 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 把 當我 呼叫他的時候 Enter 他就自動幫我帶出來了 但是問題 你現在輸入的話 他基本上不會work 因為還沒有寫第二段 不過第二段剛剛也有做過了 那我剛剛有把 這裡面 因為已經傳的東西 Action裡面 已經說我要丟給這個Edge 所以呢 我剛剛 輸入之後 他會丟給Edge 我試一下 應該這個Edge 所以你會按確定送出的話 因為我原來已經有Edge 所以你會發現 這程式後面的部分就不用寫了 因為我是直接 動態的丟 所以他也會自動 去接收到 表單裡面呢 因為 傳過去的東西 這個表單裡面 一樣會有個Name 叫Edge印 所以你丟過來給他的時候 那他Views裡面的Edge 他也會去看到 這裡面有個Edge印 所以表單裡面的那個Name 非常重要 裡面如果match的話 那他就會接收到 然後一樣去把你跑完 一樣會輸出正確的結果給你 OK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這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三步驟都要 1 先建那個 表單 表單如果你實在不OK 雲端上都有答案 當然 可以的話自己弄 不行 你就Ctrl C Ctrl V 一下 或者你可以先Ctrl C Ctrl V 之後再做表單 表單也可以 表單上面都有 第二的話就是Views 第三個UI 反正這個觀念熟悉的話 以後就照這樣run 就會蠻順的 我們現在只有一個參數 還算簡單的 後面呢 還有那個 A加B的那個練習 也請各位 一樣的方法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傳遞引述 OK 所以待會請各位 也再試一下 我們上個禮拜有交到那個 A加B 傳兩個 所以呢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 表單的版本 就同樣的要做兩個文字欄位 丟兩個東西過去 他也一樣可以接收到 一樣可以幫你把加總的結果 丟出來 OK 應該可以理解 這個概念 不管你以後幾個參數 所以以後的話 你要做一個會員系統 很簡單 會員的系統就是 你的什麼 姓名 電話 住址 輸入完之後 有沒有 一樣你把它按送出 送出之後的話 一樣我接收到之後的話 頂多就是說我多一個動作 塞到資料庫裡面去 也許就CCOLINE資料庫 上學期有講過啦 這樣資料庫就有了 以後如果要把資料 從資料庫撈出來的話 一樣 看你要查什麼關鍵字 他也把 CCOLINE法 丟到CCOLINE 再把資料撈出來 秀到網頁上去 所以其實都是類似同一套東西 關鍵就是 這個地方表單 所以如果你這個表單觀念 能夠通的話 很多地方都是 都是類似的 而且我發現 Jungle 他的好處就是 比以前 寫的程式量 相對的比較少一些 他就寫在他應該寫的地方 所以 先網頁 再Views 再UI 所以三個階段 反正你不要漏掉一個負責 應該就可以完工了 可以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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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